这所谓衣食住行 来到一个新环境 开车果然重要 如果能够了解当地的公共交通体系 相信会给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和乐趣 节目组特别安排了普斯交通局 给这些社区的新移民 了解当地的公共交通系统 Access to transportation falls in the top three barriers for people to engage within their local community Without access to transportation People find difficulties engaging in study, work and socializing and can feel isolated and dependent on others which greatly impacts on their independence Transbirth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ommunity working with students to seniors and everything in between particularly new arrivals into our city ensuring they can travel on our services efficiently, safely and very importantly without infringement 第一次来的是来这里旅行 我就学着怎么样坐这个巴士 还是坐这个train 但是我不了解一些隐患的东西 或者是紧急救援 紧急发生什么事情 该去怎么解决 我到普斯现在一共是两年半了 但是我之前没有独立坐过公交车 我都是跟着别人 人家带着我可能坐着火车呀 坐着这儿坐着那儿的 我就是比较馄饨的就跟着走的 我来普斯有四年了 还从来没有坐过公交车 一个是自己开车 二一个是有点不敢坐 不知道不了解这个规则呀 还有这个乘车路线呀 这个免费的茅车在普斯 但是近几年就没有坐 一直是开车 他前段时间上学的时候 有坐公交车 一般平常都不坐 都是开车自己开车 所以上超市啦 接小朋友啦 都是开车 不过今天我很高兴 我自己也懂了 每一次我问我孩子 我孩子会很不耐烦地跟我说 好了妈咪 你要接不然你自己开车去了 根本都不需要 但我有几次就是坐这个村 来这里呢 China Tao这边呢 去买东西 我觉得是一是方便 二呢 还有个好处是什么 是省钱 今天呢 你看他整个很清晰地 跟我们讲了一遍整个普斯的这个公交系统 然后呢 他还在这个公交系统的这个基础上呢 带着我们转了一遍 在转的同时呢 他还把一些平常我们都不知道的这个要点给我们讲了 比如说尤其是我们应该如何去遇到危险的时候报警 然后呢 这个哪些区域呢 是免费的区域 哪些时段 对于哪些人是免费的时段 然后尤其是你像那个侧心脏的那个 我之前坐火车的时候 我就问过人家 哎我说你看这是干嘛的 他们都不知道 在这待了十几年的老移民 他不知道 我真的从来没有问过谁说他知道这是干嘛的 哎今天你看人家就讲了 这个怎么用啊 然后你怎么去那个 去follow人家的这个提示 然后去得到帮助啊 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细节的东西 非常好 然后呢 我觉得这种活动啊 还是要多搞的 这个公交不单纯是巴士 还有火车 还有轮渡 还有这个长途客车 长途客车 非常便利 以前对这方面 确实了解不太够 但是有一个就是 那个非常重要 遇到危险 遇到特殊情况 可以求救 知道那个求救的按钮怎么用 怎么使用 紧急呼救 紧急呼救 这个我们是一天也不知道的 孩子也没说过 了解了如何购买 tickets 然后他的收费是怎么样的 然后他的行车路线是怎样的 从哪里能够得到这些相关的信息 然后今天也都跟大家一起体验了一次 公交车 又坐了bus 又坐了train 感觉收获满满 准备办一张卡 来体验 坐坐公交车 蛮好的 特斯这个美丽的城市 有太多的地方 等待新移民去发掘 特斯交通局 渐渐也在各个不同的平台上 开设了多种语言功能 鼓励新移民走出大门 善用公交